二十几位罕见疾病的病童及家属 跟医师们围坐在一起 不管是聊天或提问 都在互动中得到心灵的支持 因为一般的父母 他们大概就是 就是养 就是为他们吃饭 然后陪他们玩这样 跟别人比的话 或许就是对小孩子的未来 会比较不确定这样 一岁半的两小弟 因为染色体异常 出生时外观就和一般小孩不太一样 发展和发育也比较迟缓 父母亲在照顾上要格外费心 带领东部唯一遗传咨询小组的 朱绍莹医师 对于有罕病儿的家庭格外关注 孩子很多的时候 其实是有各式各样的异常 有各式各样的病发症 那在照顾这样的孩子们 家长还需要被帮忙 其实这个网易的都是检查出来 透过灵仪活动适时的抒压 让照顾者有喘息的机会 医师们的陪伴彼此的鼓舞 成为能够继续往前的最大动力 大约新闻真正美志工林素月 杨树珊台东报道